就趕在來NUTO趕過來 所以剛好這幾天 我想要分享的是視覺化 然後全世界在做視覺化 蠻有名的單位是紐約時報 剛好這幾天他們有一個記者 來台灣上一些選舉應該怎麼做視覺化的課 所以比方他們去報導選舉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這邊現在不同的線條是不同的州 然後這一個州可能他過去 他投票比率比如說 他就投給比如說公共黨比較多 他就會比較偏一邊 然後就可以看到一個州他過去 所有人投票的趨勢的比例 然後所以也是在同樣這個駭客送的時間 也就是昨天晚上加今天 就重新用中選會的資料 中選會其實也蠻詳細 就是每一年 系到每一個區域他的投票趨勢 所以是為了重做一個台灣版的 台灣版現在資料還沒有很夠 所以只有就是四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哪一些州是比較有移的 像是他就是然後他的就是票數有多少啊 然後他是從什麼地方又移到什麼地方 或是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區域是一直都投 比如說來一直投綠的 就可以藉由這樣的那個視覺化方法 在呈現 所以就只是跟大家分享 然後順便廣告一下 就是我們所有在用那個D3JS 在做就是視覺化的人 我們每個月會也是去會 然後興趣的話 可以再就是 join 那個D3JS.TW的社團 謝謝